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树脏啊 植存啊这些的 师父就说 那要得想个办法 想个办法 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大概至少是 差不多快十年前了 那我是觉得 现在在回想起来的时候 其实师父生命的态度里头 其实是 人死了就死了嘛 想那么多事情做什么呢 比较重要的是 活着的时候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师父的这个植存 其实是破除我们的执着 破除我们对他的 这个 希望他一直在 的这样子的一种执着 一直依赖的这种执着 我觉得那个依赖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妨碍 过去因为有师父 可以靠 那现在呢 师父远及了 没人可以靠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就会 就像儒家讲那种 我们要追念先人啊 要承先起后啊 要慎重追远啊 其实这个都是 很好的价值 可是在这个价值里面 我觉得走到今天 可能也要把里面 再萃取出来 那里面其实有 很多的依赖 那我是觉得 师父其实是告诉我们 连依赖都不必了 那你们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只要我们的理念 方向是对的 所以植存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根本上 就是要破除 我们对于人的身后 还有这整个的依赖 的这种价值观 那这个东西 其实有它的利弊 我自己其实这个之间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个利弊是在于 有先人可以跟随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典范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依赖 跟作为典范之间的分界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自己要去思辨的 如果人可以成为典范 成为我们心中的典范的时候 他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就会去 不管是模仿也好 体会也好 那可是如果变成是一种 依靠的时候 依赖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就像永远 长不大的小孩一样 老觉得要有人来教导我 有人要来 而不知道自己去反省 所以我觉得 师父的那个破除里面 不单是破除了一般的 社会习俗 社会价值 他还破除了我们心里头的 那一点依赖 因为师父常常讲 依法不依人这件事情 所以他常常会说 只要你认同法古山的理念 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佛教徒 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希望我们认同的 其实是一个理念 让这个理念变成我们的行为 各方面的准则 而不是以依赖它来作为一个 我们未来的一个指导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很微妙 很微妙 那这段日子以来 其实我也常常一直在想 是这件事情 这个依赖能不能转化 成为一个典范 师父真的成为我们的典范 而不是成为我们依靠的一个偶像 依赖的一个偶像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 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弟子的 我其实刚刚那个 叶师姐在问 这个书记主教说 刚刚跟师父 那三十秒钟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 我其实有跟师父说话 我其实这段日子以来 我常常勉励我自己就是 心中无事 行愿无尽 那因为我觉得师父 他要破除这些东西 其实跟着而来的 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发愿 因为感恩师父的教导 然后于是我们可以发愿 像心火一样的 一磅一磅地传下去 把这样的理念 可以真正地发扬光大 所以那个愿 师父 我记得师父的这个 我们那时候在大殿里面 打出来八个字 虚空有尽 愿愿相许 那这个 或者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到处都在强调那个愿 我觉得那个愿 其实是师父 我们可以把师父当作典范 来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师父常常会说 佛法那么好 可是知道的人这么少 那这个愿呢 我觉得它用心灵环保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希望我们这样子 一路地传下去 所以我觉得 那个过程 我们要把这间愿 能够真的传下去 要做得好 其实是要把 那个依赖 剔除掉 然后真正地成为 以师父为典范 为楷模 然后把自己 真的提升起来 然后往下走下去 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就不枉费 师父 他真的是 用心良苦的 帮我们安排了 一场佛事 因为那个佛事 其实真的不是给师父的 是给我们的 谢谢 让我们大家可以 做一点心理治疗 对不对 谢谢杨培教授的分析 也一语道破 说实话 没有错 我们指导系列 好像还很依赖 还在找师父 甚至我们今天 办这场座谈 不是也像 师父 我们还要跟你学习 还是有一点依赖心 但是没错 我们要破除 这样的依赖 最重要呢 其实就是要把 师父的许多的典范 内化 转化 从我们自己的理念 跟我们的行动 还有很重要 刚才杨培教授 所提到的 愿力 那这边除了 植存这个部分 破除了很多 大家的执着之外呢 还有一个也是师父 特别有交代的 大家都知道 师父的著作 非常非常地多 那之前呢 我们常常形容啊 师父的法身设立呢 是一百册的法骨全集 可是师父的遗言当中 特别交代了 他说呢 没有经过他赋乐的文稿 不再假手 他人整理成书 还有也不编译纪念集 可是在我们过去 很多的想象就是说 我们要追怀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要把他的 很多的智慧财产留下来 要透过著作 师父又那么重视著作 可是为什么这次他说 再也不要编译纪念集呢 这边来请教一下 善德星教授 因为过去呢 他就是那个假手 他人的他人 经常帮忙师父 做很多很多的这个编撰 甚至诠释着工作 您认为师父 这样的一个交代 是想要破除什么 这个他人的说法 好像有点像路人甲 信任的他人 我先说我当路人的经验 前阵子有事到中山堂附近去 结果就跟着我的同事 特别又到德贵学院 看到德贵学院 尤其靠窗的那一排 一整排有师父的法骨全集 总共一百零二次 非常长 那摆出来 我们经常讲一个人 著作等身 但对一般人来讲 那是一个形容词 甚至是一个夸试法 但是对于师父来讲 是一个非常真切的 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描述 而且师父诸作内容非常丰富 有包括什么佛学入门 问答 史学 戒律学 禅学 文学 宗教学 他的传记 游记 续文 道文 书评 他学位论文等等 那这些确实非常丰富 但是这边有一点 我要特别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说 虽然说他是理论的 但是他也是实践 修行 得来的结晶 第二个就是 他确实是当中有丰富的知识 但是也是当中 可以让人拿来实用 实践的 这些暴富的知识 就是 是 是